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知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3月13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先看几个房地产公司的消息 据富利、绿地、华夏幸福后 又一家头部房企境外债务重组取得了重大进展 3月10日晚间,续辉控股发布公告称 公司境外流动资金状况的全面解决方案已取得重大进展 将于3月31日前,向协调委员会及债券持有人小组 提供潜在全面解决方案并展开讨论 从公告来看,协调委员会及债券持有人小组已经成立 续辉正于债券人团体或其顾问持续进行建设性讨论 初步性指引条款主要包括不削减本金金额 自愿选择转股,减少利息的现金支付 债务展期不超过7年 支付一定数额的前置款项和制定额外的增性方案等 续辉方面表示,公司希望继续与债券人进行持续且具建设性的对话 并积极推进以尽快协商全面解决方案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续辉他的境外债应该是与债券人达成了初步的一致意见 就是债转股,就是转多少呢?可以根据债券人自愿不转的部分 涨期,包括支付的利息也转股,减少虚晖的现金支出 他不就是流动性出问题了吗?没有现金嘛 所以他越少付现金,越有利于续辉 恢复他的正常经营 然后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续辉你做的这一切 你要再增性,就是再引入新的担保或者新的资产来增性 让人家相信你,你得有资产做相应的抵押 这叫增性方案 那么最近啊,关于中国房企的这个境外债的重组啊,非常多 记得前几天花样年,佳照业,还有荣创,郑荣,奥元,龙光 这些都在谈啊,就是最终还没有一锤敲定 应该在月底都要出了 那么就包括这个恒大啊,这恒大的境外债重组 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啊,他藏不了几天了 成就成不成,三月底也得给个说法 华尔街日报啊,3月10日报道披露 去年,中国恒大集团以及其他数十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发生美元债违约,总额高达300多亿元 这些开发商于境外基金管理机构 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漫长且艰难的谈判 但相关的谈判进展不大 其中,背负着超过200亿美元国际债务的恒大集团 以两度错过提交境外债务重组计划的截止期限 说的就是给香港法院这个清盘聆讯提交他的计划 香港法院不已经两次延期了吗 这次是3月20号,还有一周时间 说到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境外债 这里咱们也要聊一聊美国的银行流动性危机 我在想啊,这个美国银行的流动性危机 现在硅谷银行爆雷 后面还有几间银行听说要爆雷啊 那美国银行这个爆雷啊,这个军工站上 有没有中国开发商的一份功劳呢? 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之啊,我觉得跟中国开发商这个境外债爆雷 难道没有一点关系吗?这个说不过去啊 但是有多大关系咱们不清楚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借了这么多美元债 可能应该一千多亿,两千亿肯定是有的,美金呢 那这些境外债它的成销商是谁啊?哪些银行有没有买啊? 贵国银行有没有买这个境外债?等等啊 它有没有配置啊?因为中国开发商的境外债 这个年化收益都是百分之十啊,百分之九啊 比美国国债高得多啊,比美国银行利息高得多啊 这么高的境外债,美国那些银行它不配置吗?肯定也配置啊 它有的银行就配置得多,有的银行配置得少 或者是那些什么高盛啊,或者投资机构,它不配置吗?它不得经销吗? 在美国啊,就是一个储户,你在银行存一块钱 这个一块钱被银行耍了耍去,耍成二十块钱 因为它不停的在赚呢?那中国的房地产爆雷 境外债全部是还不了了,都在谈充足,攒期,转股 总之没钱还,就没有现金流 这个不就加剧了美国的银行的这个爆雷的风险吗? 所以说这个军工站上有中国开发商的一半呢?这个绝对说得过去啊? 我看有人说啊,这个银行爆雷很好啊,那我这个房贷不用还了 不是这样子的啊,对银行的说债是资产的,债权呢 债权是可以买卖的,然后你欠银行的钱 不会因为这个银行倒闭了,你的钱不用还了 你这个债卖给别人了,别人会给你要啊 最终清盘的时候,美国的什么联邦存储保险公司 如果他是来清盘,你欠这个银行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连利息都要还,不还就要起诉你,除非你也破产了,那他倒霉 所以说大家不要想着银行破产了,你欠银行的钱就可以不还了 中国也一样的,你河南村镇银行比如爆雷了,你从哪借的钱一分不少都得还 不还的话,公安机关找你,小心给你来个刑事责任 这里咱们要多说一句了,因为我个人的看法 我总感觉中国的房地产爆雷早了一点 那如果说咱们扛到美国的银行先爆雷 那中国或许啊,这个房地产不像现在这么糟糕 就是不死不活的,就救不活,又不能让他死 我们反过来说,你看美国人家金融业爆雷爆在咱们后面 银行一爆雷啊,所以你看美国他反应非常迅速啊 当然了,这个跟他自己这么多年,这个银行爆雷处理手法有关系 人家银行已经上千家吧,没有至少五百家银行已经爆过雷了 所以银行爆雷在美国不是什么大新闻呢 这是大银行爆雷才叫新闻 什么小银行排名20名以外的银行,爆雷就不叫事啊 但是这一次硅谷银行爆雷,硅谷银行好像在美国排第十几名 第15名,就是它规模,美国财政部出手非常快 好像24小时之内就让那个美国联邦保险公司直接就去接管了 这两天传闻非常多,但是我看了一下截至现在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财政部 美联储联邦层款保险公司宣布啊,从3月13号就是今天开始啊 储户可以支取他们所有的资金,与硅谷银行破产有关的任何损失都不会由纳税人承担 就上周五啊,加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关闭了硅谷银行 并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指定为接收方 介入后续存款保险事宜,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创建了圣克拉拉存款保险国家银行 该银行现在持有硅谷银行的售保存款 美联储宣布啊,将向符合条件的储蓄机构提供额外资金 以确保银行有能力满足所有储户的需求 这些资金将通过新设立的规模为250亿美元的银行定期融资计划 最长可提供一年资金,为获得该笔贷款,存款机构需要用美国国债 机构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等合格资产作为抵押品 通过此举,银行可以质押他们的债券而不必亏本出售他们的债券 美联储表示,银行定期融资计划规模足够大,能够覆盖所有未保护的存款 新措施大幅降低了人们从银行挤兑的理由 美联储并称将密切监控金融市场的形势变化 美国银行系统的资本和流动性状况良好,美国金融体系具有韧性 这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个,美国银行一爆雷,硅谷银行先爆雷 后面据说有什么富国银行还是什么银行都是积极可危 美国政府触手非常快,最主要是美联储直接就提供流动性了 你不就是没钱造成的吗?我来给钱,当然我给你钱是有抵押的 就是你那些手上的什么债券,你现在卖不是贬值吗? 你贬值不造成亏损吗?而且卖不出去啊 你把那个债券抵押给美联储,然后美联储给你提供流动性 最长是一年,你这样不就避免了挤兑吗? 你看这个美国触手非常快啊,一下就把稳住了,就你们大家都别慌了 别跑银行去挤兑,钱有的是,这个银行倒闭主要是挤兑吗?挤兑主要是流动性 对吧?你没钱,我存你的钱,或者我是干啥的,你的给我啊 我来取你的,取不了钱的就爆雷了,那美联储为什么这么迅速的 相当于把这个火苗这个扑下去了呢?他以前可不这么干啊 以前都是破产的,你这个银行没有流动性了,那你自己倒霉啊 都是小银行,立马就给它破产,25万以上的这个储户啊 你就自求多福,也看这银行还有多少资产,卖一卖,大家纷纷 25万以下的,全额兑付,好像美国银行业啊,监管还是蛮厉害的 就说历史上啊,就这么的银行破产,这个大额的储户啊 它损失好像也不是那么大,就是它清偿率啊,据说还有六折啊 就是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啊,它不像某些国家,银行监控不完善,不到位 银行的资金资产被掏空了,没有了,那你破产肯定没有清偿率啊 没有破产财产,但是美国的银行人家监控很严,你所有的钱去哪儿了 对吧,你就是形成个资产,它贬值了,那这东西还在啊 所以他们一清算,最后一清偿,那还有五折六折的清偿率 就是损失吧,是有,但并不至于造成这个储户颗粒无收啊 中国就可能是颗粒无收啊,你像河南撑城银行,他们那个钱挣哪儿去了 谁知道,金针就追着追不过来,我扯这么多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美国这次顺雷不及掩耳之势啊,就把这火苗给扑灭了 我就怀疑啊,它就是借鉴了中国房地产的这个暴雷的教育 因为中国你看,恒大暴雷,央行居然说啊,这是个别企业自己啊 叫多元化经营,资深的问题,房地产行业没有问题,结果导致连环暴雷 如果那个时候就立马把恒大给扶住,后面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那房地产可能不至于现在这么难堪了,那美国人肯定是学会了这一点的 他本来是不救的,现在为什么出手救啊,就害怕,你看 跟中国的房地产是一样的,会出现连环暴雷,所以硅谷银行 它立马就重组,所有的储户一分都不受损失 你其他的银行就别跟着起哄了,缺钱到我这来领 所以说啊,中国这个房地产暴雷啊,暴早了,也暴晚一点 等美国的银行先暴雷,美国这么干,那咱们学一学,也汲取教训了 有人在前面给咱探路啊,咱们说白了,这个房地产这种雷啊,可能没遇到过 觉得你恒大倒了就倒了吧,那怎么样,结果呢,太自信了 认为自己的手啊,能够拖得住,一切尽在掌握 结果呢,你是把楼市给拖住了,那韭菜的信心没有了,你怎么拖啊 你看美领储的这个做法,那美国的储户他信心还在啊,他就不会去挤兑啊 这个事过去了,美国储户他对美国的这个金融机构不受任何怀疑 反而更加相信,出不了事,该存还要存,该买国债还要买 你看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千方百计的各种优惠 哄这些韭菜啊,刺激这些韭菜去买房,韭菜就是不买,信心没了 美国的房地产危机啊,是2008年,叫次贷危机 这个次贷危机对中国的教训就是,本来中国也要搞这个证券化的 结果一看,这风险很大呀,所以中国的这个资产证券化 就是尤其是房贷这块,就一直不推出啊,那个时候房地产正在高高猛进的时候 如果推出这个资产证券化是顺理成章的,是应该的,但是没有推啊 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次贷危机啊,给咱们的经验教训 所以说来说去啊,这个中国的2021年,这房地产爆雷啊,爆早了一点 如果美国的这个银行爆雷在前,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一学 你这么看就发现美国人还是狠啊,大家都没损失啊,都散了吧 咱们再看看这中止研究院,它的数据啊,三月份 说上周楼市整体环比下降,各线城市中啊,二线城市 同比涨幅最大,环比降幅最大,其中大连环比降幅最大 环比为49.1%,15个主要城市环比降幅是5.4%,二线城市环比降幅是13.8%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三月份的这个第一周啊,跟二月份最后一周就是环比嘛 相比,15个主要城市是下降了5.4%,二线城市呢,下降了13.8% 其中啊,大连环比降幅最大,接近50%,腰斩了 所以从中止研究院这个数字啊,可以看出来啊,这二月份所谓的楼市回暖小阳春呢 很可惜没能坚持到三月份,三月份直接就掉头向下 这个楼市的小阳春,楼市回暖到底存在不存在都不重要了 总之三月份他已经掉头向下了 财政部部长在国新办发布会中介绍 由于近年经济增长放缓,叠加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影响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乏力,就是地方政府啊,收入增长乏力 地方对土地出场收入依赖再增加,按照预算法,政府性基金可以通过调出资金或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方式 共一般公共预算使用 因此,以地方卖地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 成为地方财力的一大重要来源 说明什么呢?说来说去就是说 地方财政,地方的财力主要还是看土地财政 还是看卖地 大家也知道啊,进入2023年,这个外贸形势啊,是越来越差 外贸形势越差,首单其冲的就是以前啊,外贸强势 你比如广东,它的外贸肯定是很强的 那现在外贸整个的在下滑 这就意味着广东啊,可能未来前景就不是太看好 那总之啊,你看一看,那个地方是以外贸为主的 后面的发展就要沉压,钱就越难赚,人就会离开 你就在那地方找不到机会了 所以这个对广东来说啊,不是好现象,尤其是广州 广州现在,你说它算一线城市,以前是,为什么是啊 就是外贸啊,北上广升啊,广州还排深圳前面 后来叫北上升广,位置掉了个个儿,排最后了 接下来啊,2023年,2024年,如果外贸没有起色 它持续下降,大家就知道这个广州啊,就像天津一样的 会掉队的,一线城市就没有它了 这个大家可以看啊,我说的前提是外贸,你看今天一二月份外贸 下降了百分之六点几啊,三月份呢,四月份呢 如果这个势头得不到制止,继续加速下滑,首单其冲的是广东 那其他地方也有影响,但是广东会更显著 说到楼市的小沿村呢,中介比较推崇的就是北京 北京的一手房,二手房,成交量都放大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吗 我们看一个自媒体人他的说法,大家看视频 北京楼市回暖背后的真相,简单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北京的楼市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都说这个回暖了 或者说成交大幅度上涨,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这一听说回暖呀,让很多即将要买房或潜在 打算买房的这个朋友是不是有些焦虑了 其实千万别被这个回暖的假象所干扰 因为北京的楼市的回暖有这么几个原因,你要深度思考 否则呢,你就入了圈套了 第二,这个楼市的小洋村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个原因,很多人啊,用这个数据来对比 实际用的数据的对比啊,是用的今年春节前后来对比 这个春节前后,你想一想这个对比是不是又有问题了 春节前是整个很多城市啊,疫情爆发期 也就是大家都在阳的过程中 春节以后呢,是很多人都阳过了 这样的对比数据有没有可取性 第二个原因啊,去年的第四季度 行政命令疫情的放开啊,很多人呢都阳了 那阳了以后就出不去了 这种情况呢,持续的将近有一个季度 以及呢,延续的春节之后的一段时间 那积压的这些人,到了春节以后 显然呢,不受限了 无论是看房还是中介代看量 数量都上去了,显然成交的比例啊也会上去 第三,疫情期间的挂牌的房源 很多的卖不出去 因为第一点我谈到了,是疫情的影响 买房者呢,你出不去门 就延后了这个买房的计划 以及看房的计划 导致呢,很多挂出来的房源呢 就无人问津,甚至呢 就出现了一些卖不出去 着急降价的这种情况出现 春节以后,带开链上去了 成交自然也会上去 第四个因素 全国很多城市,包括北京 推出了各种有利于 房地产成交的政策 这些政策的叠加 比如说手套,商贷房利率的降低 限售的松绑,建构的松绑 等多因素政策的叠加,疫情的放开 这些因素啊,叠加起来 肯定促使这个房地产 以及楼市啊,成交的这数量 会非常的好看 基于上述,我说这四点原因 那北京的楼市回暖啊 那数据显然是必然的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 说出了所谓的楼市小烟村 这北京市的小烟村也是个错觉 所以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郑州市房管局 发布今年前两个月销售数据 楼市逐渐迎来复苏 就是郑州楼市复苏啊 得到了官方数据的确认 3月8日,顶端新闻 河南商报记者 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获悉啊,今年前两个月 郑州全市新建商品住宅 累计销售 17503套 成交面积 198万平米 同比增长41% 二手房累计成交 12422套 成交面积 132万平米 同比增长87% 这个数据一看啊 郑州的楼市啊真的是火了 但是不要急啊 咱们看郑州啊3月份的数据 到时候啊,市罗子市马 要落出来溜一溜 丑媳妇也要见公婆 这个数字游戏啊,玩不长 终究会水落石出啊 正因为过往年以后啊 各地都是楼市小阳村 楼市回暖 所以有很多韭菜担忧 房价大幅上涨,产生焦虑 大家想的就是今天房子到底能不能买 还能不能用来投资 不买涨了怎么办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经济学家傅鹏 他的一些观点 大家看视频 还有几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的 前两天我坐这个网约车的时候 因为跟司机聊天 大家尤其北京的司机都特别关心 正值关心两会 然后但是呢 在问完两会之后 直接问了我问题 那你觉得今年这个房子 到底还能不能买呀 那我对吧 房子还能不能投资 如果我真的需要买房的话 我选的什么地方比较好呢 我想今天这个问题可以问你 首先第一点 住是可以的 投资嘛 我觉得可能想想就算了 第一呢 可能对于大部分老百姓 能投资的金额范围内 是没有合金资产的 举个例子 二环内的北京 二环内的这些这个房子 对吧 那投资金额已经远远的超过 可能一个普通家庭能够去做的 你会发现那部分资产 确实变成了富人的资产 他包括这个投资也好 换售也好 他的价格其实跟老百姓 没关系了 对吧 那么跟大部分老百姓居住的 这些房产呢 咱说说啊 住的功能是更重要的 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改善性需求 你有没有新这个新狗房的需求 如果没有 还像前几年那个思路说 哎 我只是把这房价炒起来 然后啪 换售给年轻人 年轻人 背上房贷去买 嗯 我可能会说这个年代可能要慎重啊 要非常非常慎重 你可能在北上广深感觉还不那么明显 啊 就是因为你有足够的人口 对 那你但凡一出了这些一线城市 你马上就能感觉到了 你往三四线城市 你别问房子能不能投资 所有人都会告诉你 哎 你有多余的房子赶紧的卖掉 为啥呢 他那人口不够了 人口不够了 你现在看包括上海都在抢人 香港为啥抢人 上海为啥抢人 杭州为啥抢人 对啊 现在你你会发现 真的我估计估计这个两会结束以后 你像这些地方 真的是你你符合他的人才 我把你引进过来 我给你补贴 我给你钱 我给你房子 你复合像上海可能还有产 你复合我的产业规划的 我四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不等 我给你 他为什么要这些人啊 对吧 他单纯的是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吗 这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你城市扩张这么大的 情况下 你的资产总得需要人来去填的 对吧 房子没有人住 那那就是砖头啊 对吧 所以说你会发现人不够了 各地都一样 一线城市还好 你毕竟对吧 高尽端的人群还在你这里头 但是二三线城市 现在大问题是啥 是房吗 实际上二三线城市 很多问题是人 人 人都不在了 人都不在了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 可能可能你知道 这个房地产大怪点的 真正核心的点 其实就是你人口 就是你人口 对 这个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投资替代 我觉得可以pass掉 而且已经是不可逆的 哎呀 确实不可逆 用我话说 除非 就是说25不结婚 就得 对吧 判刑 对吧 当然这种政策不会出的 但是呢 确实不可逆了 而且现在年轻人这个思维 已经不简简单的说 因为房子的问题了 它的理念价值观全改变了 全改变了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挺难摆回来的 这个跟咱们一贯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你要投资的话 你就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是刚需房 你手上又有钱 那你就买吧 如果说你没钱 你要七大姑八大姨的借首付 然后自己努力工作去还房贷 这种就算了 看一看 因为房价稍微波动一下 你是受不了的 不能承受房价剧烈波动啊 不要说剧烈波动 山下波动20% 你就要死要活 所以这种人即便你没房 是刚需 你也得等一等 有钱的刚需房 可以挑好项目 找好位置的去买 因人而异 因地而异 不能同意而语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